始终有了这个自动养鸡窝 我的小鸡就源源不断的奔发出来 不是呀 就是源源不断奔市效率有点满呀 一天才奔五个蛋 重点是不是每个蛋都卫生鸡 所以呢 上天过去 我的鸡窝才五只鸡 这不行呀 我根根一餐就能吃十个全家的 这场量远远不够 嗯 我得好好想想办法 哦对了 不是有资料吗 资料鸡如真怪鸡 现在我要做一个自动饲料机 需要的材料比较简单 两个漏斗 一个大箱子 两个饲料槽 先放饲料槽 用漏斗对准饲料槽 上面再放箱子 OK 这样就搞定啦 只要上面有饲料 小鸡永远不会二朝 问题又来了 我没有小麦茶 也没有萝卜地 只有一片睡觉的棉花肠 那我就一个饲料都做不了呀 嗯 那我今天的任务 就进农场吧 小麦到处悄悄就有 找萝卜要找包包蛋 或者去找地牢 诶 不对 大半熟的也就有了 嘿 我又要去大半熟家做个啦 哦 门口还有两只小弟看手 不过他们睡得跟猪一样 嗯 悄悄地逃流进去 哇 里面也有痕迹丝 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 打人超痛的 改天得好好住现金处理他们 找到农田了 时间前蓝的时候没有成熟 现在还没成熟 果然整天待在不见天真的遗迹 是不容易生长 乖乖跟我回家园 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呀 享受充分关卡作用 最好半天都能成熟 哼 箱子还有小花花 暂时不需要 改天等我想建花园 再来拿 当自己家一样 哼 哼 下面的宝箱还有钉牌呀 便便 这都是更天的好搬手 都带走 多谢早本舌啦 回去更天咯 就在集我们间 扩建舌自行笼长 周围在围上拔羊木啦 看上去一边绿油油的 嗯 我感觉还是有点单调 作为一个建筑小能手 肯定要弄个小伙伴 来助兴一下我的能场呀 看好了 老套路 小梗魔法变 等等啊 小可爱就出来了 有了他的陪伴 萝卜和小猫也为夸克长高高的 小伙伴们 我有个问题呀 是不是资料 也卡bug刷新的呢